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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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干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但是我平时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些慈善活动 包括做义工 那么偶尔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舞台 那么让人家认识了我 你说这个还会歌唱的 那就是慢慢就有人介绍我 参加这些活动 那据我所知您现在属于一个全职的演艺人士了 那这是怎么一个契机让您做了一个决定说 我不再就是做这种 比如像您说的 有一份其他的工作 然后抽出时间来去做义工去做 就是怎么下一个决定要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参加一些活动 参加一些慈善活动啊 就是人家知道了以后 就是有人想 能不能教我啊 或者什么呀 那就是慢慢就是有学生来了 那就是学生教完以后 那学生他们自己等于自己去传播出去 这个路程教得不错 那就是有的是 教完以后 他们自己的朋友 有的自己亲戚 在我的学生里很有意思 有兄弟的来学的 有姐妹的 有父子的 有母子的 有母女的 这慢慢就大家就是这样传出去了 所以说您的这个title 不光是歌唱家和演员 还有一个教师的职位呢 您这个学校开了多久了 学校开了有两年多一点 主要是教大家 主要是教 歌唱方面的技巧嘛 主要是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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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您不单单是一个歌唱家 您还是个演员呢 很多这边的这个华人的话剧都有您来在一起中 对 话剧是这样子 很偶然的机会 因为当时多伦多话剧团有一部戏叫《狗妹情缘》 那里面有一个男主角 本来是其他人演的 那么他们后来可能是没有时间 就推荐我来 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后 推荐我 没想到来了 就导演就满意了 然后就留下来演 演了多少部了 当然 《狗妹情缘》应该演了十几场吧 十二场好像 您不光演这个《狗妹情缘》还演了 《狗妹情缘》后来去年的 去年是《婚姻伐马》 那么我在这个戏是作为艺术总监 那今年的戏《阳台上的秘密》作为艺术总监 也作为主要演员 《阳台上的秘密》 今年开始上 已经上演了吗 已经演了 已经演了 应该演了七八场了吧 有没有说 得收到一些观众的评价说 路程老师我们更喜欢您唱歌 还是更喜欢您表演的 应该都有都有 那您觉得您自己是一个 唱而优则演的 还是演而优则唱的呢 那在我的演唱里面 融会了很多表演的东西 所以呢 所以说他们觉得 路程演唱很积极 很有情感 觉得好听 那您现在也是作为这个 多伦多话剧团的艺术总监 这个属于一个 不光光是自己进行一个 演唱的一个表演在舞台上 可能还要统筹很多其他的演员 您觉得这个跟其他的一些工作比起来 哪个更得心用手呢 这个其实就是 在一部戏里面 就是 除了导演才做很多事情 那么作为艺术总监 他要去把握一些 比如说你一些这个 比如登附道笑话 各方面你要去帮他协调 包括有的时候很多的 戏 你要参与到里面去排练 对演员你要去说说戏 那您觉得就是说来这边 差不多你刚才说 暂时四年的时间了 这四年 如果是让您形容一下 您会怎么形容呢 我还是很喜欢这里 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很庆幸 能够重操就业 那您在这四年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比如说 因为我相信您可能也是非常热爱舞台 希望自己能够站在舞台上 给很多观众进行表演 但您也刚才说了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说全职的从事这么一个演艺的事业 可能也遇到过一些困惑或者说阻碍 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刚开始可能就没有想到我还要去登台了 就是想的 因为这里 因为来这里 刚开始来这里 朋友不多 特别是没有这边圈里的朋友 所以说就想 可能我就应该去打一点内部供 那么后来去慢慢接触了以后 而且发现这个舞台很大 因为华人社区很多人喜欢歌唱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市场很大 虽然说这老师也很多 但是应该说是喜欢歌唱的人是更多 那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学校 路程 声乐中心 现在大概有多少学生 应该注册的有100多吧 这么多 是您一个人教吗 对 我一个人教 过来吧 还好 那您这个课是属于大班收课还是属于小班收课 都有 具体咱们来说一说呢 大班现在有大班的课 每周四我有个大班 大班是多少人 大班有20多个人 20多个人 小班主要一对一 一对二 一对三的也有 那基本上是就是教授他们比如说是每声唱法 还是 不是 因人而异 您都可以教 可以教 那对于学生有没有要求呢 比如说他最好有一些声乐上的这些基础 还是说只要我喜欢唱歌就行 只要喜欢唱歌 无音不全也行 无音不全 那要看到到底是什么 什么方面的无音不全 如果说是 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最机会的就是音准问题 如果音准不是不可救药的话 一般还是可以教的 可以教 那这个就是您那个学校这个声乐中心也是属于常年在招生吗 对的 就是只要感兴趣对唱歌 对对对对 只要喜欢喜欢的话就可以来到这里 一定会有收获的 那您之后还有什么 最近这段时间有什么这个演艺上的打算一些计划吗 跟我们透露一下 最近现在正在设想当中 因为还没形成最后该做什么 那现在还是教学吧 您在这边好像也是获了很多奖的 在这个在多伦多还是说在国内 在国内也获了很多奖 国内获的奖比较多 一个是声乐方面的就是在第三届全国清歌赛专业组的通俗唱法中获奖 获得音评价 然后您说就是在加拿大不到四年的时间 但是您在国内在中国是有三十年的这个演艺的生涯 对对 如果现在我让您把这个两个 两段经历进行一个比较 您会怎么讲呢 应该说舞台让我就是无法割舍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多伦多这里 只要一上了舞台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兴奋 可以忘掉一切 对 那您觉得观众呢 观众是有有有肯定有区别有差别的 我想观众也都是一样的 对您没有任何影响 你只要是站在舞台上 对 我的有一点就是不太好 就是观众越多我的感觉越好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请到陆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大概聊了一聊 他在这个国内包括来到加拿大这边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然后还有他在2010年就开办了一所这个路程声乐中心的这个专门教授歌唱的一个学校 您没想过要教一些表演方面的技巧吗 表演方面现在有有学生 其实我在我的这些歌唱训练当中 其实都融入很多的表演的东西 包括他们的语言 我都会教他们语言台词 包括一些朗诵 包括怎么说话 怎么用气 都在教 你觉得这个差不多四年下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是演了很多的这个多场演出 还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各行各业的朋友 有没有特别让你难忘的一段经历或者一个人 朋友实在太多了现在 说谁不说谁都不太合适 对对对对 其实都给我很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这个陆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如果是大家电影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 想要这个从事路程老师来学习一下 跟声乐有关的一些技巧呢 他们这个一共是有两所学校对吧 是两个地点 一个是在北约课 一个是在万锦市 现在屏幕上应该是有他这个陆老师学校的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 那个跟陆老师进行联系 而且这学校虽然说 您刚才提到一百多个学生 但都是您亲力亲为一个人教 对对对我自己教 所以说很多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对唱歌感兴趣 或者说对表演感兴趣的话 都不妨跟这个陆老师进行联系 然后来聊一聊探讨一下 对吧 然后就让陆老师教授大家一下 这些唱歌的技巧 也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 希望您在今后的这个演唱 或者说表演生的一个生涯 这个事业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然后也带给我们广大的这个 多更多的华人朋友 更多精彩的演出 好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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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访谈到这里 现在去告一段落 上次休息一下广告 后来我们再会 好 谢谢